在現場的新學科技都有科照文 他們出產一篇好文獎對學生來說也很重要 不過在整個地方 文學的市場有比較少一些 他們出產的報告金會 連續兩年基盤下重贏 邀請一些少年部的文學作家 來介紹朋友如何下出的好文獎 雲林縣是一個農業大縣 那我們的孩子接受文學的刺激比較少 所以我們青浦教育基金會 就希望說提升我們雲林縣孩子的這些寫作能力 那因為寫作能力是一個心智綜合的能力 然後所以也可以透過寫作 讓孩子本身他的觀察感受 可以寫在作文裡面 抒發他本身的情緒 可以下出一篇好作文 其實很多家長是比小孩要快喝 他們出租母下出贏一回 很多家長都想要拿小孩報名 因為輸出好 效率好 有人是今年參加 今年再來參加 第十次參加 第二次 為什麼會想連續參加第二次參加 因為感覺靠場很好玩 那為什麼會來參加起座有沒有 因為想要讓自己做的變更好 那這次是自己來參加還是爸爸媽媽幫你報名的 爸爸媽媽幫我報名的 你從哪邊過來 我從 斗南 斗南 那爸爸媽媽有沒有交代你做什麼事情 就認真上課 那因為反應非常熱烈 那所以我們今年度 又繼續聘請我們台灣文學創作者協會 很多年輕的作家 他們本身都有很多優秀的作品 那這一次透過他們本身的經驗 來做這些分享 跟讓孩子有學習的機會 跟一個管道 製報告金會為了要提醒 小孩的寫作文年歷 已經連續兩年基盤寫作贏 金會當事頂上列審票時 日後還有基盤寫作文比賽 來鼓勵小孩繼續寫文獎 當時也感到小孩是不是有學到的東西 快樂過暑假 YEAH 基盤寫作文章